好,我们来看111年会考补考的第九题 判断下列各式的值何者最大 好,有A,B,C,D四个 这个题目呢,如果你直接要把它乘起来的话 数字一定很大 但是乘起来是不是一个方法呢? 乘起来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不到别的方法就慢慢乘 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选项呢 其实它有一个类似的点 它都有一个什么什么99乘以什么什么01 那什么99乘以什么01 好像我们在有一个地方呢,有看到 也就是在陈法公司的地方 好像有看到过 这个199乘以201 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200-1乘上200加1 200-1乘上200加1 变成是200的平方 减掉1的平方 好,这是这样 那第二个也是一样 299乘以209乘以301 变成呢,300-1乘上300加1 那就变成是 6乘上300的平方 减掉1的平方 好了,第三个呢 就是4乘上400-1 乘上400加1 那等于多少呢 等于4乘上400的平方 减掉1的平方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2乘上500-1 乘上500加1 好了,那就等于是 2乘上500的平方 减掉1的平方 好,那这个到底谁大谁小呢 有些同学到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怎么比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 算是最快的笨方法 什么叫最快的笨方法 那反正 现在已经都变成 比较简单的数字 直接把它算出来 好了,请看第一个 第一个叫8乘以200的平方 叫4万 4万减1 好了,那再把8乘进来 8乘以4万 8乘以32万 减掉8乘以1 减8 32万减8 好了,那第二个呢 叫做这个6乘以9万 减1 好了,还是一样乘 6、9、54 变成是54万 然后呢 减6 那你看AB谁大谁小 AB很清楚 这边是54万 这里是32万 那当然54万就比较大 因为你后面的减那个数字 只是减0头 所以呢,影响不大 主要关键看前面那个数字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 C悬项 这个叫做4乘以 400乘400 16万 减1 好了 4乘以16万 64万 再减掉4 那当然 现在C 64万 最大了 最后一个请看一下 这个叫做2乘以 500乘500 25万 减1 好 那你把这个2把它乘进去 所以呢,就变成 2乘以25万 50万 减2 那其实你只要比前面这个 几万几万就可以了 很清楚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C选项呢 它这里是64万 64万呢 比别人大很多 所以这个64万呢 其实是最大的 你后面那个减4 减4其实只有一点点 所以 这里面谁最大 C最大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答案就选 C 这个选项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咯